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声乐实验室 这节课我要为大家讲的内容是 哼鸣练习最快的入门方法和实际应用 大家都知道 哼鸣是获得高共鸣点位 和头腔共鸣的最有效的方法 哼鸣学习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导致有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把各种方法混杂到了一块 最终适得其反 对于哼鸣来说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由浅入深 慢慢地进行一个学习 不要过早进入太难的练声区 这样其实是对你没有帮助的 那么对于哼鸣练习 我有以下的一些要求 大家可以分别地进行学习 首先大家必须知道 我们哼鸣练习是不求音量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哼鸣练习中 不是说你哼的声音越响 或者越亮就越好 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铭记于心 我再重复一遍 哼鸣练习不求音量 在练习的过程中 也就是进入我们的第二点要求 气息流畅度 点位统一度 才是我们哼鸣最终的一个追求目标 气息流畅 点位统一 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感受 哼鸣的声音交接到我们眉心统一点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大家就说了 这个点位这么模糊 我们怎么才能去准确地找到那一个点位 毕竟它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个点位呢 我为大家找到了一些学习的办法 首先呢 大家可以去利用我们醒鼻涕的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方法 去找到我们哼鸣练习的这个点位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们怎么去找呢 首先大家去把双手搭在我们的鼻子上 去感受 我们是真正醒鼻涕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都会哼哼哼这么去醒 那么在醒的过程中呢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把声音醒到了什么地方呢 醒到了我们的鼻尖 那么我们要的一个声音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把整个声音的一个位置 渐渐地从鼻尖往上掉 最终获得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追求是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我们眉心点位的一个获得 大家可以再听 刚开始正常醒鼻涕肯定大家是哼哼都在鼻尖上 渐渐地往上掉 哼哼 再高一点 哼哼 再高一点 哼哼 最后进入眉心 哼哼 对 这就是一个过程 大家再感受一遍 哼哼 哼 哼哼哼 哼哼 哼哼 那么我们写的时候实在找不见了 大家取一张纸 别真的醒出来了 大家可以开一个玩笑 那么我们拿一张纸去感受 哼哼 好 我们找到这一点以后 哼哼哼哼哼 找到这一点以后 我们就要把这一点 这个位置把它强行地记在我们的一个记忆中 然后做这个顾名点的一个延长音练习 这就是我们从点到线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讲第三点 哼哼呢 一般情况下呢 会分为大哼哼和小哼哼两种 我们如何去分 区分这个大哼哼 大小哼哼呢 我们区分大小哼哼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取决于它是否是开口音和闭口音的一个区别 那么大家要去记住 我们不管是大哼哼还是小哼哼 首先第一点 牙关必须要开 那么闭口音哼哼的时候 我们肯定不可能做到全开 至少要保持半开的一个状态 口腔内部 也就是我们小舌软鹅 这个时候是一定要保持我们大哼哼的状态 这个首先我必须要强调 我在经常重复反复的强调这个大哼哼的状态 大家可能是听一句就带过去 其实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你真的去掌握了这个 不要去偷懒 掌握了这个大哼哼的状态以后 保持住 把它扩张开以后 这个时候 你的鼻道才能打开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鼻道必须要打开 鼻道是通向我们头腔共鸣的必经之路 那么对于鼻道呢 我这要插讲几句呢 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大学里呢 会有不同城市来到我们这个学校里 我们基本上在给大家分老师的时候 我们不用去看大家的这个个人介绍 基本上大家演唱完以后 八九不离十就能分别开 大家是从北方来的还是从南方来的 因为很明显啊 北方来的学生 时有八九多少带一点鼻炎 因为北方比较干燥嘛 有鼻炎的学生呢 哼鸣练习非常费劲 因为首先他鼻道很难很难打开 然后鼻音过重的话 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哼鸣练习 那么哼鸣不过关呢 最后你就会发现 你这个高过敏点位特别特别难把握 那么南方的学生呢 他鼻道非常非常通畅 特别善于利用鼻音 南方呢 孩子们歌唱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他们的这个高过敏点位 把握得非常好 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北方的学生呢 天生的这个嗓门比较宽 所以他歌唱的时候会偷懒 针声用的偏多一些 所以好像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到 他这个鼻音 其实呢大多数是因为鼻音这个地方导致的 他逼着自己 可能真声就用的更多一些了 好的我们再回来讲我们这个哼鸣 最后呢我要为大家说的一些问题呢 大家一定要去感受的是 哼到哪里 就唱到哪里 哼鸣的位置 就是歌唱的位置 我再说一遍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找一个小的笔记本 把这两句话记下来 可以说这两句话呢 也是我在找到我们本性的非常好的知名的老师的时候 对我的一个提点 这两句话 我也整整的研究了两年的时间 最终才感受到 这两句话的真谛 大家再听 哼到哪里 就唱到哪里 最终呢 哼鸣的位置 就是我们歌唱的位置 你只要能够跨过哼鸣这一道坎儿 所有的声音转化点位 全部集中到我们哼鸣的最高点位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的音色突然间就打开了 你的那个音域呀 音色呀 突然间又感觉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所以呢 关于这个哼鸣的理论讲解呢 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